好,那接下來讓我們歡迎陳琳帶來Spark的優化旅程 好,來個掌聲,謝謝 好,那感謝大家來今天的演講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公司做一個優化一個Spark工作的旅程 那這個是我們公司其中某一項神秘的機器學習任務 那它的流程其實就像上面那樣,就是說從一開始讀資料 然後從一開始讀資料,這是很常見的機器學習pipeline 就是從倉儲拉資料,然後做一些預處理 然後訓練模型,然後做預測,做後處理 然後最後送檔給前端系統 那這個專案其實它每次跑就要跑五個小時 那跑五個小時就是過去大家就覺得說 它本身使用的資料量本身就比較肥大 就是它使用到其中一張很肥大的資料表 那大家其實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就覺得說 它用很肥大的資料表本來就應該會是很正常的情況 那這個在以前其實大家就放著讓它順順的跑 可是隨著我們公司上限的專案數量越來越多 那效能的問題就會開始被重視 那效能的問題要出現了要怎麼解決呢? 其實是有兩種方式解決的 一種是直接請公司加錢買更好的設備 對,這是一個笑話 對,通常在有限的資料下面不容易做 比方說你要去寫簽程 然後去申請一些東西 那比較實際的方式其實還是我們自己先對程式邏輯去做一些優化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程式的邏輯 然後性能去做一些調整讓它可以跑得更快一些 對,所以說今天就會跟大家分享幾個大綱就是說 那我們要去做這個優化的話有哪些方式 那怎麼樣去做加速以及一些其他的小技巧 那這個樣本的資料表是我用Faker生成的假資料 就不是真的 那可是實際的資料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反正就是公司中客戶用信用卡交易的LOG 就是底層資料 就是說在這種資料表他就會去記錄說 每一個客戶然後他的名字ID 然後他的信用卡卡號 然後交易的時間 然後他是跟哪一間公司去消費 然後消費多少錢 然後一些信用卡的地址等等的資訊 那實際的資料裡面有數億筆資料大概80GB 對,這是一個很肥大的資料表 那用這種資料表其實就可以去做一些 做,比方說我們在做特徵工程 然後就可以去做資料的聚合 去算,去抽一些客戶的一些屬性 那剛剛說就是用這張資料表 然後讓我們專案跑很久 我們前面又有去測量說 在這個PIPLINE裡面每個階段 他需要執行的時間 所以說那針對拉資料很久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 去搬資料的 就是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那最簡,就是比較常見就是這四種 比方說你直接把資料匯出成local files 那再來是你可以用scoop去搬資料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pandas的resql 直接去拉 然後或者是用pyspark去讀資料這樣子 那直接把它轉成local files的方式 其實是怎麼樣做,其實就是資料表直接匯出 然後變成一個實體資料表 放在某個folder下面 然後你的python的程式 再去拉這實體的資料表 那這樣做其實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資料會匯出 變成一個實體檔 所以說80GB的話 你的disk空間就會被吃掉這樣子 所以然後也會多一個資料匯出的流程 那通常我們不會用這個方式 在學校裡面 我們通常是直接拉實體資料比較方便 那在工作中比較不會這樣做 通常是想辦法直接用python去創除拉資料 那這個的話 用scoop的話是怎樣怎樣做 其實scoop的使用方式 其實你就直接用scoop然後help 然後就可以去查到他的使用方式 那基本上其實就去設定一些 設定一些說你的來源表 然後要寫到哪個db 然後你的user的帳號密碼等等 然後你的sql的statement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scoop 他就是用來去搬說你的結構式資料 然後到你的hadoop的一個很常用的方式 那我實際用scoop去拉資料的話 對於這張很肥大的資料表 大概要兩個小時 對兩個小時 那我們再下一個方式 下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資料科學 很常用pandas的data frame 那pandas裡面其實可以直接去建一個connector 然後再用pandas去拉資料 就是resql去拉資料 那使用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就是去指定說 到底我們的server在哪一個IP 然後要連進去的話 你的user的id跟password這樣子 然後以及下面就是建立connector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sqlstatement 然後跟connector放進到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就可以去拉資料 那我實際上去測試就是用pandas去直接拉資料 拉資料的話會需要超過3.5小時 對這邊幾個時間大家可以稍微記住一下 用scoop是兩個小時 然後用pandas resql是3.5小時 那接著就是回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如果要用spicebox直接拉資料的話 怎麼做呢 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大的概念都是一樣 就是說你的server的位置 然後拉哪張資料表 那你在用picebox去讀資料表的時候 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是用 就是它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用dbtable 那另外是用curry 那我們這樣子讀資料的話 我們用dbtable 這邊是直接放你的table name 就是哪個db的table name 然後你執行之後會直接把整張資料表讀回來 那你如果用curry的話 其實是可以放你的sql的statement 就會比較彈性一點 然後甚至你可以在這裡面去做一些資料的整理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 或者一些filter 那這兩種方式我直接使用 如果你用基本的spicebox的語法的話 就是picebox的語法 它會需要跑三個小時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還是想要說 那如果要用picebox去拉資料的話 有沒有一些方式可以讓我們拉得更快 其實是有的 就是我們如果去看它 就是提供的官方文檔 那你就會去翻到下面這個文檔 然後你會翻到說 其實picebox下面有非常多的參數 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真的一長串 那可是你仔細這樣翻過一遍之後 幾個跟效能比較有關的的參數 其實就是這三個 一個是fetch size 那一個是partition column 然後第三個是number of partition 那我就根據這個線索去做一些嘗試 那第一個是fetch size 它就是說你每次查資料的時候 拉多少筆資料這樣子 那就是文件裡面是講說 講說這個調整這個參數 是可以去增加我們的查詢速度 那我們公司是用Teradata SQL 那我實際上用這個去改這個參數的時候 其實速度是3.2個小時 跟預設的參數差不多 那至少是沒有明顯的增加 那我就是後面如果要做更嚴謹的實驗的話 其實可以再去把這些 比方說我們的fetch size 去設定成1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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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就是測試不同的參數值 看一下會不會變得更快 那至少這個參數我是沒有試出來 可以比較快 可是比較有影響的是什麼 是這個partition column 跟partition number這樣子 那這個參數在做什麼事情呢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中 我們可以想像說 我們這張很大張的資料表 我們可以去把它 我們想要把它做分散式運算 然後會需要把它切成不同的partition 讓它去不同的partition 去分給不同的executor去做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用這個partition column 把我們這個很大張資料表 那你可以依照某個column 然後你可以去自己指定哪個column 然後去對資料表切成不同partition 那如果切的合適的話 其實就可以讓它做分散式的運算 做比較快 所以說你在用這個partition column的時候 就是我們除了跟他講說 我們要用哪一個column來切的話 我們要去跟他講說 這張資料表 這個column它的上屆下屆 跟你要切多少份資料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以這個圖的例子 比方說信用卡消費金額好了 那我可以去指定說 它的上線下線 然後你要切成十份 一百份一千份資料 然後切成不同的text之後 再讓它去做分散式運算這樣子 那這邊要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note就是說 這partition column會需要是 數值時間或日期的資料 那它只能在dbtable的function裡面使用 所以說以實際的例子來看的話 就是t3amt就是消費金額 那假設這張資料表的下屆是10 然後上屆是100 然後我切成四份的話 它就會切出四個子資料 即就是小於15的25到50 50到75跟7大於75 這是它的概念 好那我們就做了第一個實驗 對反正我們就去查一下 這張資料表 它的最大值是999萬 然後最小值是負的941萬 好那我們切了10份的partition這樣子 那我就這樣子切 然後結果實測跑出來 反而切了 反而變成4.5個小時 然後比不調整的設定還多了50%的時間 那其實這就跟前面這個蠻不合邏輯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就是想像中 就是我們應該要切 切了之後 然後應該要幫助我們做得更快 可是實際上這樣做反而變慢了 對那時候就覺得蠻奇怪的 所以說我們就繼續往下查問題 到底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就可以要查問題 我們就回到它的底層的log來看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線索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切成10個partition 就有10個walker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說 1到8跟第10個walker 其實一下子就完成任務了 那第9個walker 它就是做得特別久 做了3個 就是剛剛講的4.5個小時 對4.5個小時 對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就很明顯的跟我們講說 其實就是我們雖然切成10分 也是資料都集中在特定的 其中一個partition 其實這也可以理解 就是說我們大多數的信用卡交易 交易的資料 其實都是這種小額的 比方說我在便利商店買個早餐 30塊50塊 所以說我如果用剛剛的這個 就是上線下線 然後切多少個partition的話 其實是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說資料其實切得不平均 所以說就會導致說 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還沒做完 可是其他人都做完再休息 好 那我們發現到這個問題之後 我後面又再繼續多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那我就想說 如果我切成10份 會遇到不均衡的問題的話 那我切1000份 總是有機會讓這個 就是這10個walker都輪流 有拿到比較繁重的工作了吧 對那實際的測試的結果是 不平衡的問題一樣存在 而且我還收到公司負責 微運倉儲的夥伴 他就寫信跟我講說 今天發現我同時發了很多的session 然後一下子查完之後又出現新的 然後就沾用了整個倉儲的資源 然後讓系統塞車了 他就寫信來提醒我 那我就跟他道歉 真的不好意思 好 那最後面我們再仔細想一下說 那我這樣子切 就是不管是切成10份 還是切成1000份 其實都有問題 其實要調整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要調整的地方應該是 那個partition column到底設誰 然後怎麼樣切會比較均衡 所以說如果我們對這資料表一些認識的話 我們知道說金額可能不是一個 比較好的切partition的column 那什麼樣是比較好的column呢 那我自己去翻了一下這個資料表 我查到應該是信用卡交易日期會比較平均 對那我反正我就是by domain去看一下 就是我對這個資料表有點了解 那我就去看說 那應該是其實應該要設這個信用卡交易日期 然後用這個column來去切 把資料切成10個小份 那最後這樣子做之後 整個的時間其實就 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圖來看 其實這個就是比前面的那一個 9個都完成了 然後其中一個做很久還沒做好 來這個來看的話 其實這就平均很多 然後最終的時間也是拉到 只剩30分鐘 那如果要再加速的話 其實還可以再適度的去增加你的spot的executor 就比方說你切成100份 然後20個executor這樣子 那這時候就可以去做更進一步的加速 可是在加速的時候也不要加速太快 要不然整個通道的資源會被你用光這樣子 那可是即使是我們釋出來說 那我如果有domain 我知道特定的partition 就是特定的column適合用來切partition 可是問題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應該是有幾 應該超過1000張的資料表 那就是看看我們公司 看各個大家的公司的資料倉儲的規模 那這個困境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要營運加速 我要營運1000張資料表 或者更多的時候 其實我如果沒有對我的資料表有認識 我根本就找不出我的partition column 就是它的設定很吃domain 那你如果設定錯的話 不只沒辦法加速 而且還會變得更慢 那第二個限制困境是什麼 就是說有些資料 它的partition column只吃數值跟時間欄位 那有些資料表 它可能是記錄一些客戶的基本資料 什麼姓名 然後然後誰 對反正就是記一些客戶的基本資料 它有些資料表 根本就沒有合適的partition column的話 那怎麼辦呢 其實後來就是研究一下 找到比較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就對資料表去建一個 去多建一個index 然後我們直接用這個index來切 那用這種方式來做的話 就會比較平均的去切 因為你的index一定是資料的比數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來切 然後就切成10份切成100份 那用這樣的方式就可能去把index 就是partition column就可以找到比較合適的index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去找到比較合適的 就是完成你的任務這樣子 就比較萬用 今天不管換哪一個table 其實都可以這樣子做 那這個是我們spark的資源配置 就是反正我們剛剛講說 說會把一個很大的spark的job 然後切成很多個stage stage裡面有task 那其實你在設定這些資源的時候 就是說你的每個executor要多少個memory 然後要不要動態的增加 然後你的maxexecutor 就是說你要有多少個executor同時幫你工作 然後多少個chores這樣子 那這邊是就看你們公司的資源分佈 可是只是在我們所有的情境是這樣 就是建議就是我們的partition就切10到50 然後也不要設太多 我設太多反而會像我被那個倉儲的夥伴警告一樣 就是說請我不要一直發request給倉儲 然後切多少份跟我們的並行的數量其實是兩件事 就是我可以切成1000份給10個executor慢慢做 那或者是然後就是10個慢慢做 就做完之後再拿新的這樣子 那這個並行的數量其實是來自於executor number 那我們就可以去設定所有的executor number要多少 去讓我們的任務做加速 那Spark的executor memory也不要設太大 就是通常我覺得5G其實就蠻夠的 因為你看假設我有10個executor 然後10乘5的話就50G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足夠的資源分佈 已經是佔用很多的資源量了這樣子 對所以說如果要做這個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再去切Number Partition跟Mess Executor這樣子 那這個是就是我做一個很無聊的 就是很奇怪的案例 可是我覺得很值得分享 就是我這邊寫了一個 就是我前面生成那個信用卡交易的資料表 然後就是select name ID card這樣子 然後變成一個直插序 然後就掃一個欄位 然後再掃一個欄位 再掃一個欄位這樣子 然後最後去到最外面去寫說select ID 然後他總共消費多少的信用卡交費金額 這左邊的寫法效能力比較差 好 對 那實際測試的結果是 其實是一樣的 速度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他背後有一個 有一個你Spot SQL的邏輯優化器 他來去分析你的code 然後去找出最佳的執行計畫這樣子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程式碼可讀性很重要 可是基本的一些優化邏輯他會幫你做 然後其實可以多留一些心力在可讀性這樣子 對 實際上兩個的查詢效率是一樣的 再來是Spot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 其實很常見是什麼 就是比方說像我底層的資料表 我可能想要先聚合成白天 然後再去做不同的特徵工程 比方說白每個星期 白每個weekday 然後或者是白1號到31號這樣 其實我們很常會對某張資料表去做 去做不同的特徵工程 然後最後再把它就引回你的大的資料表 去建你的模型 那這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些東西如果就是會重複計算 就是說我先變成這個過程 再變成這張表 然後或者是下面這個的話 也是這個變成中間過程再變這張表 那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工作 假設我們發現某個階段 是可以被重新重複運用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Capture 然後去把中間的結果先存在記憶體裡面 那我今天做完上面這條路之後 這個被存下來 下次要做下面的任務的話 就會直接從這邊開始做 就不用再重複做一次0到1的一個階段 對 暫存的方式就是把Spot的DataFrame去做Capture 那再來這個也是一個蠻有趣的案例 就是我們是說我們資料表會切不同的partition 然後如果就是假設我們切的partition的資料表的數量是很平均的 那其實是可以幫Spot加速 可是如果我們資料表不平均 就是有的partition很肥大 然後有的很小的話 那就會不只沒辦法加速 還會讓Spot的工作變慢 所以說這邊在做 大家在做的時候就可以去適時的去檢查 各個階段的你的Spot DataFrame 有多少個partition 然後每個partition裡面的數量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案例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去看說 這張資料表它大概分了 應該是50個partition 120個partition 就是每個partition的數量有的是26萬筆 然後有的是53萬筆 那有的只有480筆跟479筆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資料量有很明顯的落差的話 其實就沒辦法充分的發揮 對 就是我們Spot任務的加速的這個工作 所以說我們要怎麼做呢 其實就可以適時的去對資料表做repartition 然後比方說你把它切成 切成是20分50分 對 隨便 對 反正就是你就去讓每一個partition的數量是平均的 那平均的話就可以讓它做比較充分發揮 Spot加速的功用這樣子 對 那另外最後兩個是蠻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在Spot雖然它有提供就是ML的 的建模型的 function 可是畢竟它支援的數量其實還是沒有 就是Psychelearn或者是TensorFlow其他的來的多 對 那所以說我們很常就是會需要把Spot DataFrame 把它變成是Pandas DataFrame 那怎麼做呢 就是把Spot DataFrame點ToPandas 然後呼叫這個 function 它就可以把它存成是Pandas DataFrame 那我這邊就做一個實驗 其實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我這裡有一張資料表是1000萬筆資料 33個column 那我就對這個資料表去做repartition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repartition 然後就切成1 切成2 切成3 然後1到10 50 100 對 其實要夠無聊的人才會做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做了 那一開始我如果是直接把Spot DataFrame 它一開始的partition的數量是38 那直接直信ToPandas是可以成功的 然後它會需要1.2分鐘 可是我如果是把它去repartition成1到5這樣子 那這時候它就會跟我說 Excute Loss Failure這樣子 那如果是切成6到10 6到10的話是成功 可是時間會比較慢 就是1.5到2.5分鐘 然後如果是50到1萬 是0.8到1.1分鐘 如果切成10萬 就是已經是很誇張大的這個partition的數量 那執行時間是2分鐘 對 那問題就來了 可能就是說同樣的資料表 為什麼在不同的partition數量的時候 會有的成功有的失敗 然後有的比較快有的比較慢 其實這邊會被Executed Lossed 就是很常見的錯誤 那為什麼會被Executed Lossed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想像說 我1000萬筆資料 然後切成38份的時候 每份的資料量 其實是 假設40 假設是25000好了 那我假設只切成1份的話 這個partition就要自己讀1000萬筆資料 然後就會佔用它的記憶體數量 那當我這個partition的數量太少的時候 分在太少裡面 它吃掉太多記憶體 就會被這個text就被砍掉 然後被砍掉之後就會發生Executed Lossed 那另外一個值得看的是 這邊的數量 其實這個資料表 Default是38 那當然如果我們切成50 或者是要1萬的話 好 那它只要0.8這樣子 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它切成50的時候會比較快 對 那基本上還是回到 怎麼樣讓它去做加速 比較 就是分的工作量只要平均 然後也要在整個工作的分數 也要去做一下權衡 那Pandas DataFrame怎麼樣去變成是Spot DataFrame 其實就是直接去派Spot去把它用Create DataFrame 然後Safest Table 那不改參數的情況下面 我對這張資料表去做的時候 其實直接Create變成是Spot DataFrame 用了40分鐘 那如果是把它Safest Table的話 跑20小時還跑不完 那那時候我就順著這個邏輯去查問題 到底問題發生在哪裡 到底是前面轉成Spot DataFrame慢 還是後面存來慢 那當時檢查的結果是 如果是直接把Spot DataFrame 就是把Pandas DataFrame create成Spot DataFrame 說它其實切出來的 partition的數量只有2這樣子 那如果切的數量太少 其實就沒辦法做加速 這個很常見 那後面那個是要把它Safest Table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把它讓它做純的比較快 其實還是要讓它能夠切的比較合適 所以說有一個環境變數很重要 就是這個Arrow 然後Pre015這個環境變數加進去之後 其實你在Create成Spot DataFrame的時候 原本40分鐘就只要1分鐘 然後partition的數量也是均衡的事實這樣子 好 那總結就是 就是我自己在玩PySpot的時候 其實它中間蠻多過程 蠻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夠無聊 其實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可是一般人想說直接就這樣做可以過就好 可是我覺得 往下挖一下還是蠻有趣的事情 然後如果要去對不同的情境都能夠去試用的話 目前想到的方式是新增RoleNumber或是Index 然後把這個當成是PartitionColon來切資料 讓這個Spot的工作去支援 然後讓它切得比較均衡 然後Spot的支援配置也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讓它查得比較快 那以及一些其他使用Spot任務的技巧 像是Capture 然後Partition Number 然後像你的Spot DataFrame跟Panda DataFrame 怎麼去做切換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工商以下就是 就是我們公司還在找人不管是BA 然後DS還是還是資料工程師 然後或者是P&T都還在找人這樣 那這是我們是新成立的部門 然後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找我們聊一下 好 那還給主持人看大家有沒有想要詢問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點時間 那我看一下slide上有沒有問題 請 OK 我開一下 OK 我開一下 好 Ceado上有一個問題是講說 切換Partition之後 後續的資料如果處理夠久 是否有碰過 怎麼樣 Chef 嗎 Chef 的問題 如果有又請問是如何解決的呢 好啊 我覺得就是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先試試看Repartition 就直接對不同的階段去做Repartition 那假設不能解決的話才去Don't travel 好 不知道有沒有就是回答到那個那一位的問題 好 那因為還有一些時間那現場還有要問問題的嗎 可以再接受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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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某個檢查表做轉換 然後再到後面存表 其實我們就盡量想辦法把每個階段切出來 變成是比較乾淨 然後我們就針對特定的階段去做測試 就是這樣子讓我們可以讓每個階段有比較明確的測試目的 然後讓它比較同時有混雜很多的的影響因素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好做 幫助我們釐清說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好 因為時間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那因為我看State上還有蠻多的問題 那還是說請就是有在上面問問題的 就到前方跟 啊 不行 對不起 到後方的那個討論區跟講者做討論 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 好 謝謝